乡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 成都在行动 100个川西林盘修复保护今年内就将启动 今天发布的2018年 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对全域乡村的空间形态 产业布局 生态保护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进行全面规划 行动计划提出 要以实施特色镇街区建设 川西林盘修复保护 大地景观塞造 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为抓手 加快建设 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 我们黑警还是要以特色成川西林盘 作为我们的总抓手 把整个大地景观云潮 全域旅游 以及我们的整个品牌建设 文化建设 社区资料这些都要整个涌入进去 今年我们第一批重点项目有500多个项目 已经落雪开工了 中头只有3000多个亿 其中在强化川西林盘修复保护方面 成都提出要在六月底前 制定出台川西林盘修复保护实施方案 今年内启动川西林盘修复保护100个 同时 行动计划还就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 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活力等方面 提出具体举措和目标 收割 钓stein修复保护